4月7日是《救主慈悲主日》 行朝運動在主教祭堂舉行《救主慈悲主日》敬禮 當日下午先名功聖體又重念慈悲全經 下午三時奉獻特經彌薩 由澳門教區守木里賓生主教主持 李主教在港道中指出 耶穌基督的復活帶給我們人愛、慈悲以及歡恕 而我們都是天主因愛而照祂肖像所造 當我們遵從天主的戒命就是愛天主的行為 他又以當日的福音提到 耶穌基督無論對門徒、罪苦 甚至在十字架上都抱有人愛、慈悲以及歡恕 因此作為基督徒也要以德報怨 才會得到平安 以德報怨不是指說要縱容別人的錯 要縱容一些罪惡 又或者要令到自己去損失很多很多 不是的意思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以著一份的 當別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就以著一份的 恩寵、寬恕和恩寵 主教鼓勵教友要明白歡恕的力量 勤領修和盛事 以耶穌基督作我們的模樣 要在日常生活中 帶著天主的人愛、慈悲以及歡恕 讓這份歡恕大給我們恩寵 改變近人、社會及世界